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 杨子发布了一条微博 转发了五年之前和欢瑞签约时候发布的微博 并且表示希望在今后双方都可以越来越好 很多的粉丝纷纷在底下评论杨子恢复自由身 接下来的作品会越来越期待的 随后 欢瑞事迹对于杨子解约不续约的情况也进行了回应 并且表示公司对于单个艺人的依赖程度比较低 所以对于公司的业绩并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随后 有粉丝翻看了欢瑞事迹近两年的财报 但是从2021年就可以看得出来 欢瑞事迹的整体运营情况并不是特别的好 而杨子一人的收入就担当欢瑞事迹2020年30%的整体收入 除此之外 欢瑞事迹自制电视剧排行第二 人家轮经济费排行第三 杨子在接下来应该会成立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经济团队应该也会更上一层楼 很多的网友对于杨子接下来的发展还是十分看好的 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之后 杨子的个人意愿形成占比会比较的高 并且会给我们带来更加优质的作品 这两年的杨子保持着非常高的一个频率在娱乐圈里面拍摄电视剧 相信在接下来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加优质的电视剧 除此之外 杨子还有一部新电影即将官宣 这对于一个艺人来说 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 而杨子的作品数量 足以算得上是当今90后小花里面的佼佼者了 杨子和欢瑞事迹关系也算得上是比较的好 并且在微博中互相祝福对方的发展前程 也希望杨子在接下来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